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跟你聊到的就是 最近大家可能在就是每天 不管是谁都会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 它特别的大并且就是出现在的 这个首次出现负价值 这个我觉得可能平时 不关心经济活动的朋友 都会特别的觉得是一个大新闻 因为石油波动确实让中国的 这个中国银行也一时间走到了 圆球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且它的这个原油宝的巨额亏损 也是让投资者们非常惊愕 那中国银行就此也发布了公告表示 原油宝的业务有关情况 已经在相关的网站说明了 那他们本行是将依法合规 来处理相关的业务和后续的事宜 那么我们其实想跟Michael聊到 就是你觉得从这件事情上 给投资者们是带来了哪些启示 还有就是说石油作为这个全球 一项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价格 它是首次在有史以来跌到了负值 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疑问 那么原油市场它究竟是如何去运作的 那我们在接触这项投资产品的时候 是应该要避开哪些风险的 首先我们知道这次跌到负值 是这个美国的WTI原油 那么WTI原油是一个期货交易市场 但是这个期货交易市场到最后结算日的时候 是需要以实物交接的 就是说卖方要把实际的原油交给买家 那么这个市场之前都是一个 职业投资者进行操作的一个场所 比如说链油商 产油商等等 那么不乏一些投机的资本 那么近年来因为散户 包括这个就是闲散的资金越来越多 造成很多的来自于民间的资本 也进入了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这次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中行的这样一个原油宝 实际上就针对的是一些普通的投资者 那么一些投资者看到说 这个价格跌到了一分钱 或者是说一毛钱 甚至说是零的时候 他们因为这个是没有风险的 因为零不会花任何的钱 花很少钱可以买 无限多理论上来讲 那么就买入了这个产品 谁知道这个价格最后就跌成了负数 那么造成现在说 可能要么是散户们亏钱 要么是中行来亏钱 那么这个我认为 其实背后衍生的是一个风险 风控机制 尤其是对这个金融机构方面 就是说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是完全不足的 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一个交割的问题 到最后交割的时候 实际上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如果一个东西的价格跌到零 你是可以不卖的 就这种情况理论上讲 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当然有人可能讲说 我这个原油交割的时候 我就要存储 我要有存储成本 但是存储成本的话 在现在来看的话 也就是几美元而已 可能一点几美元到 二点几美元之间 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石油 你想想说你有存储成本 但对方也有交割成本 对方这个人如果要卖油 把油拿回来交给你 他也有他的运输成本 所以到最后可能两个人 参加来谈一下 那么大家都不交割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不可能说出现负 但是事情就在于 恰恰就出现了一点的负 那么这个是一个崩溃的时间 一旦出现了负 那往下就是无穷大了 因为变成负之后 再往下跌 就是说可能造成了风险 对买多石油的人来讲 就是无限大 所以这个过程中 中行就被迫进行了一些平仓 结果平仓的过程 因为没有买家 因为大家买家 可能也是忌惮于说 到底这样一个交易 是不是合法 能不能成立 能不能收到钱 都搞不懂 也没有人去操作这件事 因为历史上首次 对 这是历史上首次 这个背后折射的原因 我认为是说 一个就是金融机构的风控 机构机制出现了 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投机资本 在这个市场上 也是四处投机 进入了很多之前 完全不会设计 甚至完全不懂的这个行业 最后一个讲到 就是说人的恐惧 实际上可以让人 做出非常让人吃惊的事情 可能完全不积理智 可能超出大家的想象 这三个事情 我觉得是带来一个 非常震撼的效果 在这次这样一个 石油事件中 那您觉得说 是不是说这个散户吧 我们就说的普通投资者 大家应该尽量的 还是不要去 在不知道这个风险 有多大的情况下 盲目地叫进入一个 可能会带来高利润增长的 这种投资产品里面 实际上这次的散户 当然说散户需要研究 这任何一个投资产品 或者说投资资产的 这样一个风险 之后再进行投资 那么这次来讲 其实我的个人观点 是认为这个错并不在散户 因为实际上 在这个世界上 普遍认为的就是说 任何投资的损失都是本金 不算说本金之外 还有投资 除非你有其他连带责任 那么在这次原油交割中 居然这个损失 居然达到了非常恐怖的 这样一个水平 负37元 这个实际上是金融机构的问题 这要零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没有必要交割的 假设中黄持有 之前说中黄可能亏损300亿 后来说可能大概有 三个亿左右 五个亿左右 金额并不是很大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如果中黄确实运游这个时候 中黄可以去安排交割 可以在美国联系相关的机构 或者说出一定的钱去交割 也不会说出现这么大的亏损 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第一在中国这些 是深夜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 可能是一些机器在自动的执行 最后造成了这样一个 这一张纸引发的惨剧 我们可以说是 对 随时说一说 在这次事件中 可能各大的金融机构 会更加地要在未来 要注意在风险防控上 要一定跟得上 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步伐 才可以 那另外一条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新闻上也经常在 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全球央行 纷纷出台这个政策 来重启经济 美国也出台了 万亿美元的救济措施 那欧洲也是相继开启了 自救计划以平衡 各成员国之间的 这个经济上的更大差异 那纵观世界各地的财政 自济政策 其实都希望 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 可以降到最小 那么Michael您觉得说 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它目前是一个 怎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政策 都已经出台 但可能真正实施 要再多需要一两个月这样 那您觉得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这些政策出现以后 它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还有哪些 是不是真正能够拉到 这个复苏的这种脚步 实际上就是说 关于这个疫情的话 我们认为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疫情合适得到控制 现在发展是什么样一个阶段 这个我认为 就是说 这个事情的真相 远远是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好 因为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看到现在 全球对这个疫情的报道 是过度关注 包括对金融市场 那么各地的消息满天飞 那么我们在看 这些消息过程中 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叫中国传统话来讲 叫语不惊人死不休 如果你这个话不讲的 就非常让人吃惊 或者夸张的话 这个新闻就没有价值 尤其是在现在 自媒体非常泛滥的这个今天 每股只要一跌 肯定就是暴跌 跌得多一点 就是实施性暴跌 如果暴涨 就是实无前列的暴涨 昨天出现消息 说这个药是完全没有效果 前几天说是非常有效 总之就是这个 上上下下这样一个情况 那实际真实情况 其实并没有这么极端了 就是这个疫情就爆发 然后开始进入一个增长 增长完之后 政府进行了隔离和监控 然后我们现在大家在研究说 免疫的药物 或者治疗的药物 以及人是不是出现 有抗体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到最后 肯定是会得到控制的 那么说这个疫情 多快能得到控制 现在是这个事情 只能说 这个是根据自然演变的 这样一个规律去看 可能大家能做的 并不是很多 因为现在基本上各国 已经开始就是隔离 就是这么暂停了 所有的经济社交活动 这样一个最好的状况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 静待这个疫情过去 也没有什么必要恐慌的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这个疫情 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 美国实际上现在的 这个失业人口2650万 已经全部抹杀了 把之前11年的 这样一个创造的聚业 全部取消了 再一看是比较恐怖 但另一方面来讲 美国实际上70%的GDP 来自于消费业 其中大部分人中下阶层 包括中产阶级的工资 可能来自于周薪 或者是说日薪 甚至来自于月薪 这样的一些收入阶层 一旦说美国经济停摆 那这些收入全都没有了 马上变成失业 所以这也是非常短期的 一个冲击 那么但是说 如果说突然间复工了 政府全部 社会全部恢复正常 那你会突然看到 可能有上千万的人 又找到工作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认为说 这个是个短暂的影响 那么为了应对 这个短暂的影响 美国的美联储 是大规模的印钱 开展了无限量的QE计划 现在包括美国财政 几万亿几万亿的在播出 包括对中产企业的 这样一个援助 实际上我们认为 这个是足以抵挡 说现在造成了 这样一个经济的短期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 人类在研究经济活动 这本身是个社会现象 也过了很多年 那么现在根据最早 凯恩斯提出说 凯恩斯主义 要撒钱救国家经济 当初很多人不是很懂 那么现在其实 美联储已经把这个事情 玩得是炉火纯青 最终就是说 我只要政府印钱 让这些老百姓有钱 他们可以最终出去花 这个社会就会赚起来 那么但是这个基础一个原理 那这个原理呢实际上 在现在来看呢 还是存在的 因为人本人都有吃喝玩 设置社交的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看到现在 虽然说大家隔离了 关在家里面 可能大家还是要吃饭 还是要喝酒 甚至还是要有朋友见面 我们看到 就是很多的活动 最终还是现在还在进行中 那么一旦说这个隔离 取消掉之后呢 可能还会回复之前的状况 大有可能回复之前的状况 所以说这个冲击呢 我们认为呢 是一个从这个宏观 大宏观层面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短暂 最终会被解决的问题 那您觉得欧洲方面呢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 最新的消息 也是这个冯德兰 也召开了这个事项会议 对于欧洲各国之间 经济受到打击 它的差异比较大 那么为了平衡各 就是拉近各成员国之间的 这个距离 那欧洲也会出台这个 超过5000亿欧元的一个计划吧 那所以想看看您觉得说 欧洲方面它和在别的区域 有什么不同吗 或者说它这边的经济复苏 会遇到哪些困难 这个讲到说 欧洲会否 是否和其他地区有不同的 我认为就讲到的 这个一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疫情过后 经济复苏可能会回复之前 比之前可能还要差一些的 这个状态 从总体来看的话 毕竟受了一些影响 那么但是肯定会恢复不少 但是恢复不少造成了 这个局面会变成说 之前经济活动发展好的地方 还会好 经济活动发展不好的地方 还会不好 我们以中国为例 中国在去年的GDP在放缓 出现很多结构性问题 包括房地产的问题 都没有得到解决 企业的这个现金流问题 这个外贸受影响的问题 现在疫情结束了 这些问题都依然存在 都是依然需要去 政府去面对的问题 不是说经过疫情 政府做了一些努力 疫情控制住了 或者说恢复了 然后这事情就结束了 实际上无非是回到之前的原点 还是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那么欧洲也是个状况 欧洲之前在全球来讲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时不时跌入这个 负增长的这个漩涡 没错 如果欧洲央行 不进行大规模的刺激的话 对吧 那么现在就算欧洲 是抗击疫情胜利的 其实欧洲也是回到原点 还是很脆弱的 你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大家也不要对这个 恢复之后过于乐观 所以说之后还是要看 你原来基础是什么样子 那您觉得说 在这个避险方向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说投资主题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改变 你觉得说像在这个市场上 大家会把目光 更集中于哪些地方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 是比较明显的 或者说三个方面 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 投资分固定资产 之前讲的 就是说实际上是 重资产还是轻资产 那么这次 包括中国和欧美的地方 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的这是一个重资产 比如说产生大量的 现金 负现金流 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可能瞬间 就让你破产了 对吧 有些企业 比如说开了很多餐厅 别人要交房租 聘用了很多员工 又不能解雇 如果政府给的这个救济不到 你就马上便临着破产的风险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重资产永远是存在 这样一个风险的 如果说一旦出现 这种极端的问题 得不到妥善的处理的话 你可能迅速就破产了 所以说这个 可能将来轻资产 会大兴起到 就是说并没有产生 很多的这样一个现金流 但是我可能 不停地收到一些 比较微弱的现金流 那这样抗风险能力 是比较强的 就是我们要平衡说 这个重资产和轻资产 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第二个商业模式 就是说你会发现 很多的事情的人 是可以通过远程 甚至说现在是通过 这个VR来实现的 比如说之前说上学 现在发现用Zoom 上学也可以 开会之前是说 一定要现场开 后来发现说 也可以说远程开 视频开 将来可能说 我们用VR虚拟现实 直接坐在这个教室里开 甚至说大家互相之间 做了一些肢体动作 可能都有感应 那么科技的发展 实际上已经到了 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爆发点了 我们看到 今年尤其是几家 这个VR公司 包括美国纳斯达克 最主要几家科技办公司 为什么上得这么快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 就代表了新兴经纪 所以说这个这种 虚拟人类的社会 在进行虚拟化的过程中 这个大潮量 现在可能在刚刚开始 这个也是大家需要 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大家需要 防范通胀的风险 因为现在银行印了 这么多钱 大家都假设肺炎影响很大 假设肺炎这个事情 过去了之后 这么多钱就像哪里呢 就是不可避免的 爆发一轮通胀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考虑 好下一步的准备 就我们最后 还有一点点时间 就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后疫情时代 都说这个科技改变生活 看这是疫情 让科技彻底改变了生活 所以当下我们可能 更多要去思考 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应该去 怎么样调整自己 那您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会真正 完全开启一个 虚拟的世界了 这个世界 真的就到来了 最终是否会 开启虚拟世界 我觉得可能还很难讲 或者说可能 还有很远的时间去发展 可能最终比如说 几十年后 或者是上百年后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发展方向 是完全在一个 像虚拟社会演变的 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之前 讲到说这个上学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 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 就在这个Minecraft里面 建了一个虚拟的学校 完全一比一的比例建造 你可以在里面读书 可以在里面社交 可以在里面开派对 喝酒 上课 实际上是说 这个大家都觉得 还挺不错 就是说避免了 现在这个被传染病的 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这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 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头险 高档的侵入式的 这样一个VR体验的话 可能戴上这个头险 这个就是我们这样 那个VR这个显示器 你就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 周围都是你的同学 你可以给他打招呼 说话 听老师讲课 发言 很多东西实际上 是已经可行了现在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 人类社会虚拟化的过程 现在是到了一个爆发点 可能接下来几年 会因为这个疫情的事情 会增长非常地快 不只是一个爆发点 也许这也是一个 对于投资机会来讲 很大的一个增长点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请Michael来到演播室 跟大家共同探讨 在疫情期间 我们发生了这么多的 这个可以值得反思的事情 同时也展望了一下 也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在 虚拟空间跟Michael见面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不要走开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